9月20日 李佳琪被爆马上就要复出了 将会在9月底回应挺播一日 10月初会跟上综艺节目 开始为复出造势 对方还提到 最关键的是双十一 每年的这一天 无数主播都赚得盘满播嘛 李佳琪团队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 李佳琪此次复出 即使是打着公益的名号 也就是不赚钱 希望能够以公益消除之前的负面影响 对方表示 李佳琪还能不能和以前一样活 现在还不能断定 毕竟直播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佳琪被爆晚上就会开播 目前直播清单已经三审核了 李佳琪已经停播了三个多月 至于是什么原因停播 有人认为他是被助理坑了 对方在直播间说了不该说的话 导致李佳琪不能再播 还有爆料称李佳琪补了十七一税 所以才没有被爆出来 对此李佳琪曾回应 他们是交税的了 不用担心 有人就预测过 李佳琪一家独大的时间不会太长 没想到一年都没有 他也跟着出事了 如今李佳琪被爆复出 堆子你怎么看呢